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节的经文当中 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的是旧约里的经文 为了要让读者可以容易明白 耶稣是大祭司的身份 完全是有根有据 不是空穴来风 更不是耶稣自己把这个荣耀加灌在自己身上 这就让我想到人性当中贪图名利的一面 人嘛 总喜欢呢 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把荣耀归给自己 这让我想到了我中学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很搞笑的事 有一天我的妈妈带我上学 上学的路上呢 有另外一位爸爸也带着他的女儿上学 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 那位爸爸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被他专注的眼神 吓了一跳 我以为 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有一个小剧场 以为他在想着 诶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生 所以回头多看了一眼 结果呢 等我们到了校门口 这位爸爸依然还在看着我 我正想很骄傲的从他面前走过去的时候 他叫住了我 他说 妹妹啊 你的运动服穿烦了 虽然这件糗事呢 跟耶稣是大祭司的身份相差甚远 但就让我想到了 人总是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高过好 而耶稣呢 他享有尊贵的身份 既是神的儿子 也有神的能力 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 把大祭司的身份加在自己的身上 反而他是等待着神 把荣耀加在他的身上 我相信 人是可以为着自己 添加许多的名誉头衔 响亮的名号 但这都仅止于人的能力 可以做到的范围 一旦神呢 将荣耀加冕在我们的身上 那个是世上的名誉 头衔 无法相比的 在我完成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就有了更深的感触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读书上课 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做研究调查 撰写论文 中间一度我想放弃 因为我觉得太累了 但那时候我想说 再撑一下啦 我的书都快念完了 再撑一下就有个博士学位了 为了这个名 我想要坚持下去 然后等我的书念完 开始进入到研究调查 和撰写论文的时候 我就开始认识了很多的家庭 我也看见了他们在信心教养上的挣扎 还有无助 我开始感受到 完成这个学位 不单单只是一个事工博士的头衔 而是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 去明白神的话语 去把神的心意活在教养孩童和夫妻关系里 当我完成这个学位的时候 博士头衔的确为我带来了一些好处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些表面的虚荣感 真正带给我满足的 是透过我的研究论文 弟兄姐妹们能够信任我的专业 向我询问如何使用圣经的真理 来回答他们教养和夫妻上的难题 我就有机会辅导弟兄姐妹 各别的辅导 也有小组的教养支持小组 好像是昨天我就进去了Rookies 跟他们分享如何做家庭灵修 那在这个分享结束之后呢 其实大家都有新的学习 都有得着 反馈都很好 但其中有一位爸爸就来告诉我说 Pesa Eileen 谢谢你的分享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恢复 我做爸爸做丈夫的责任 那时候我听到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我很感动 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 而神的话语 自己引导的这些弟兄姐妹 再一次回到这个正确的道路上 这就是我感受到一个很实质的满足 起初呢 我以为是我自己拣选了家庭事工 教募博士的这一个专业 但是现在我看见我服事的人群 我深深感受到的是 神拣选了我 去完成了这个专业 如果不是他的拣选 我相信我坚持不到最后 弟兄姐妹们 你们也可以想想 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 背后一定有神的心意和计划 同样的 你所拥有的头衔 背后也一定有神的拣选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主 你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周 开始上班上课 主啊 让我们现在 无论是身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 拥有什么样的身份 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 我相信你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放在不同的服事岗位上 都有你特别的拣选和安排 我祈求天父赐下弟兄姐妹们 有能力和恩赐 在任何地方 任何岗位 都可以为着主耶稣 散发荣耀的光芒 像主耶稣一样的谦卑 恩典 怜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